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欧领袖7号在北京会晤 习近平会见劳卡申科 中国网红乌兰羊台白照网上传播被判刑 周庭流亡加拿大 中国大陆老赖增加他们怎样生活 以下是新闻详细内容 今日有几十个坦拉开进加州南部 目击者告诉法身舍指 以色列的军队已经出动几十个坦拉进入加沙特的南部 半岛电视台报道 坦克正在从东部逼近汉人来撕 还看到了装夹者和推讨机 以色列地面部队的指挥官 告诉以军的迭代 北面的地面战争即将结束 现在是重点关注加沙特的其他地区 他说 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彻底推翻恐怖组织哈马斯 以色列方面 已经向汉尔尼斯的居民分发了小冊子 要求他们离开 华尔加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说 美国向以色列提供转地的炸弹 以及数以万计的其他武器和炮弹 以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赶出架沙 日本的车企 苦战中国市场 日本的媒体 12月4日报道 日本的丰田汽车 载华裁员约1000人 而三名汽车 退出载华汽车生产业务之后 本田 也决定裁减中国的工厂 大约900名员工 日经中文网4日报道 本田与中国广州汽车集团 合资的企业广汽本田 一到12份的销量 按年跌了18.5% 大约是49万辆 因此要调整生产体制 并财战在广州厂里 负责汽车组装员工 这家公司大约1.3万人 财员大约是7% 他们11月下旬接到通知 可以按条件取得补偿金 本田 是中国和美国一样是主力市场 不过 计划在2030年 将在华销售的新车 全部改为纯电动车 但现在本田的纯电动车车型较少 而主打的插电式运行车 受到比亚迪等纯电动车厂的压制 另外丰田的在华合资企业 一是丰田 部分的生产市 亦已经停止运作 日本传媒 之前在9月份报道 30汽车 决定退出 在中国汽车生产 中日合资企业 广汽30 10月底发表公告 宣布会对广汽30 实行重组 重组完成后 广汽30 将成为中国国企 广汽集团 全资的子公司 旗下的生产设施 将交由广汽新能源的子品牌 广汽埃安接管 中国领袖 12月7日北京会晤 中国与欧洲联盟领导人 他们的会晤将在星期四 即12月7日在北京举行 据中国外交部官网的消息 外交部的发言华春莹 星期一 12月4日宣布 经过中欧商康的商定 第14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 将在12月7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会见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 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将与米歇尔和冯德来恩 共同主持会议 习近平曾经在去年12月 在北京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习近平在会谈中说 中欧之间并没有根本战略的分歧和冲突 希望欧盟的机构和成年国 建立客观正确的对话认知 反对各种形式的新冷战 今年4月份 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时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 台业退让 是痴心妄想 而中国总理李强 亦在今年先后与米歇尔和冯德来恩会面 习近平会见欧加辛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2月4日在钓鱼台的国民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欧加辛科 习近平说 中方愿意跟白俄罗斯方面 继续加强战略协作 坚定互相支持 推进务实的合作 持续加深中白的关系 而白俄罗斯通讯社4日就说 双方会议的时间 比原定的时间长了三倍 习近平表示 2023年月底 劳卡辛科成功来华 进行国事访问 双方就推动中白关系高水平发展 达成重要的共识 一年以来 两国的政治互信更加巩固 国际的协作更加紧密 他说 中方始终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 看待中白关系 坚定支持白俄罗斯 走符合本国国情发展的道路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白俄罗斯内政 而劳卡辛科就表示 在习近平领导下 中国的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 14亿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为世界作出重要的贡献 他指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 令各方受益 值得学习借鉴 白俄罗斯将坚定不宜地发展 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沿同中方密切高层的交往 坚定互相支持 加深互利合作 加强国际和多边战略协作 推动白中全天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取得更大的发展 白俄罗斯方面坚信 习近平提出的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在内的全球倡议 是真正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 和合作的伟大事业 将继续积极参与 上方纵咒烏兰危机在内的问题 交往了意见 中国外长王毅 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参加了回见 习近平和劳卡辛康会谈之后 互赠了礼物 并在工作午餐中继续对话 中国网红在乌兰阳台拍照 网上传播被判刑 根据乌兰法庭记者新闻网2号的报导 乌兰一个地方法院在近日宣布 中国籍的男子王吉然 又在家里拍摄 并在网络进行传播 触犯了泄漏军事秘密罪 被判有其导刑5年 换刑1年 报导引述乌兰德萨市 崩海区法院11月29日的判决表示 今年5月份 王吉然在家里的阳台中 拍摄了乌军防空武器 拦截俄军空袖的画面 随后将视频放到网上进入传播 并注明了拍摄的时间地点 及武器毁伤的后果 此外 王吉然亦在7月和8月 再次拍摄类似的视频并进入传播 法院认为 王吉然拍摄的内容 可以供俄军用于推测 乌克兰军队的兵力部署 触犯了这个国家法律中 泄露军事避免的罪行 但考虑到王吉然 主动向乌军捐赠了15万元 乌克兰的钱 大约折合人民币1万元 而且在审讯前后 都曾经表示 自己支持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因此 法院判决他有其同年5年 换营一年 另外当地的执法务员 将王吉然拍摄涉案影片的相机 以及储存家作为犯罪的工具 如意没收 王吉然的妻子 是乌兰人 这个王吉然的部分影片内容 不符合中国内地媒体的立像 因此 他受到了中国内地的封杀 比如说 他曾经以对比的手法 在中国央视影片画面的下方 附上俄司战选严重 大量坦克被乌兰军体绞合的画面 王吉然 很快在中国的国内 受到了封杀 包括微博等帐号 都被封锁 事件被国际媒体广泛报导 王吉然当时 亦接受了世界多个媒体的采访 而受到广泛的关注 成为了网红 周庭流亡加拿大 前香港众志的副比师长周庭 3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9月份 他已经离开香港 去加拿大读书 原定这个月 要就国安案件 向香港的警方报导 但是他说经过深思熟虑 考虑到香港的形势 自身的安全 生理和心理健康 决定不回报导 或者 一辈子都不会回去了 星期日 他在社交媒体上有他公布一封信 信的题目是 写于26岁的最后 而这个星期日 是他27周岁的生日 原来他现在已经在加拿大 中国外交部犯人汪文斌 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国是法治的国家 香港是法治的社会 香港居民 依法享有的各项权益 得到充分的保障 同时任何人都没有法案的特权 任何违法犯罪行为 必然受到法律的程序 香港警方国安署 今早上亦发表声明 不点名评纪前香港众志的 副秘書长周庭 形容他棄保在公元挑战法纪的 不负责行为 现年于17岁的周庭 是地独的香港人 15岁就成为了香港众志前身的 学民思潮成员 参与社会运动 在2014年 争取普选的预算运动期间 担任学民思潮发言人 香港众志 2016年成立的时候 加入为创始成员 2018年 他参加了立法院议员的普选 但他被香港当局 剥夺了参选的资格 2019年 積極参与香港回归之后 最大规模的反送中运动 周庭因为在运动中 参加包围香港警察总部 而入狱10个月 今早早 他接受日本东京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仍然未能就未来的规划做出决定 而首次在公众前曝光的他 体力精神不错 部份的头发还染成粉红色 原本在这个月底应该向警方报导周定 昨天在27岁3月的时候 在社交平台上发问 说已经去了加拿大 他说 不回去向警方报导了 或者这一配子都不会回到香港了 他写的长文更首次披露他曾患上抑郁症 向香港国安申请赴及外国留学时候 必须要写悔过书 要自己对过往的政治参与感到后悔 保证监问不会再参与 也不会与相关人士联络 他来港的时候 更需要跟着国安回到大陆一趟 了解中国的成就并拍照作为证据 他直言 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 要将争取民主的人送入监牢 限制他们出入境的自由 还要求以进入中国大陆 参观外国的展览 作为拿回护照的交换条件 这何尝不是一种脆弱呢? 最后看看中国大陆的消息 中国大陆的老赖增加 究竟他们怎样生活 老赖 就是自己欠钱不还的人 香港的《星都日报》和台湾的中央社 引述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 根据内地发言的资料 目前中国有854万人 因为无力还钱成为违约者 被当局利入黑森丹 占劳动人口的百分之一 借款人为日轮已经破疫情历的新高 认为反映了内地疫情之后 经济衰退的业重程度 这些人被称为老赖 他们很多的经济活动受到的限制 加弱内地流市的放缓 以及影响消费者的信心 报道认为 老赖人数的增加反映了内地经济下滑 成为经济复苏的半脚石 报道指 在2020年初疫情爆发初期 因为不能够还款被列入黑森丹的老赖 只有570万人 目前 已经增加到854万人 是疫情以来的新高 这854万人当中 大部分加于18岁至59岁 他们的欠款 由欠房贪及生意贷款都有 在目前的法规下 被列入黑森丹的老赖 很多的经济活动都会受到限制 比如买机票 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好像用微信支付来购物等 进一步拖累中国因为房地产市场 及消费者信心不忠 而陷入低迷的经济 报道引识一位在常怀工作 但在5月份被解雇的 王姓民众指出 当他找到工作后 就必须首先要上还 2万多人民币信用卡的欠款 但他不知道何时才能开始还债 另外 一位江西广告公司的老板 也因为被欠债被列为老赖 他说 因为地方政府不能跟黑森丹中的公司合作 令他失去客源 公司要结业 他表示 最令他担心的是 法院自5月份开始 禁止他用微信支付来购物 连同为小孩买食物都不可以 他说 我想我的儿子会饿死 因为我手上并没有现金 所有日常开支 都是通过微信的账户来支付 他曾经向法院申请解除 冻结微信支付账户 但因为他没有上还欠款 因此并不成功 法院认为如果他能够偿还债务 生活就可以恢复正常 不过他说 当我面对这么多限制时 我怎样能够赚钱 连日常生活都不可以 好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